西洋大人,每天告诉你好天气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本周相信大家最关心的会是目前位于台湾而软比东方海面约1175公里发展中的第六号台风卡努 预测未来受到复日带高压导引将以中度台风的等级朝西北方向前进 各国预测入境上在前期会较有共识的显示 周四以前台风将慢慢进入流流群岛南方海面 往日本纳巴一带靠近之后进入东海 但预报入境的后期大概在周五周六 台风进入东海之后就要再观察后续复日带高压的强度的发展 是否能够强势的使台风趋向中国浙江一带登陆 亦或是富高的势力减弱 导致后续台风往北转趋向日本 仍存在一定的变数 而纵观上来说 未来康姆台风进入东海之后的位置 仍距离台湾有一定的距离 虽然说无法完全排除发布台风警报的可能 但至少目前来看 海景的机会仍算是比较低的 这两天 台风往北的幅度 算是一个观察海景机遇的关键期 不过初步来说 接下来康姆台风的动态将会联动着本周台湾的天气 首先在今明两天 康姆台风慢慢进入流流群岛南方海面 往日本纳巴在靠近 所以台湾附近会逐渐转为东北风的环境 迎风面的北部也开始有一些短暂震雨的机会 而被风面的中南部及东半部 午后则所有热队友发展 有短暂震雨或雷雨机会 不过时尤其是山区的话 还是要注意有较旺盛的雷雨发生的可能 而周三周四预测台风将会进入东海往西北方移动 台湾的话大致上会受到台风的外围的风场影响 比较转成是北至西北风在影响 因此在迎风侧的范围也会扩大至西部 都将有一些短暂震雨的机会 而虽然说台风仍距离 我们台湾有一段有一定的距离 降雨影响还算是比较有限 但可能在中北部的山区 受到地形台深作用的影响 因此降雨相较之下 还是会多一些事不排除 有局部大雨的机会 而持续位于被风面的东部 则另要留意 可能还是有一些被风沉降增温的发生机会 所以在东西两侧的天气来说会有比较大的差异 而最后要提醒的将会是要留意的 现在在南海上的西南季风 是往太平洋在延伸至卡努台风的南侧 所以也因此比较快的话 可能在周三的下半天 随着卡努台风进入到东海活动之后 会逐渐的带动西南季风往台湾附近增强 一旦这样子的环境建立 可能会一路延续至周末或到下周的前期 导致转为云风面的中南部 将会进入一段天气不太稳定 而且比较多雨的环境 也不排除这从中也是有比较大的 雨势发生的机会 所以这一段时间接下来提醒 中南部的朋友可能要在这几天 要多加持续留意预报的变化 也可以趁这几天的空档 稍微检查一下居家附近的排水 勾取是否通畅 来因应可能比较多雨的可能 以上气象由天气风险零效如提供